大家都知道春天的韭菜最好吃 简单的拿它来炒个鸡蛋 既营养又下饭 想要把这道菜做好 这里面也是有技巧的 洗净的韭菜尽量控干水分后 将它切成均匀的段 准备挤着大蒜 先给大蒜拍散 然后剁成碎碎的沫 红色的辣椒准备一个 先把根部去掉 然后一分为二 把盒去掉后 将它切成均匀的细身 和蒜末放在一起 鸡蛋咱们准备三个 里面加入少许白醋 去腥蒸香 少许的胡椒粉 再来少许食盐 给鸡蛋入个底味 用筷子给鸡蛋搅成均匀的鸡蛋液 接下来把锅烧热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给锅转个圈润一下 防止鸡蛋粘连 转中火倒入鸡蛋液 接下来用勺子 轻轻地把鸡蛋液往前推动 让鸡蛋液受热均匀 慢慢地底部凝固后 给鸡蛋翻个面 底部再次定型后 给鸡蛋铲成大块 这样不至于韭菜里面找鸡蛋 再次给鸡蛋翻炒一会儿 给鸡蛋的表面炒成略有虎皮色 就行了 接下来锅中再来少许油 油热转大火下入蒜末和辣椒丝 简单地翻炒两下给蒜末炒香 炒香后先下入韭菜的根部 这个位置比韭菜叶稍微的耐炒一些 所以要先下入韭菜的根部 简单地翻炒五秒钟 下入韭菜叶 继续大火不停地翻炒 让韭菜瞬间地炒至断生 这样的韭菜就不容易出汤了 断生后来适量盐 简单翻炒两下 下入鸡蛋 开始快速翻炒 让鸡蛋和韭菜 彻底地翻炒均匀 这样一道美味的韭菜炒鸡蛋 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 好吃又营养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关注南岸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